三国演义中有两个非常有趣的场面 一个是徐术加入刘备阵营时轻松指挥关羽 另一个是诸葛亮加入刘备阵营时关羽不听命令 迫使刘备出来谈压 关羽才算是勉强奉命 那么问题来了 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为何关羽听徐术的而不听诸葛亮的呢 徐术化名善服加入刘备团队 为刘备出谋划策 也正是因为有徐术的帮助 所以刘备才能大破曹人 令曹操震惊 在此之前刘备虽有不少猛将 但他们都不是曹操的对手 因为曹操善用计谋 而刘备之所以混得那么惨 就是因为他缺乏顶级谋士的辅助 由了徐术的帮忙后 刘备集团的实力上升了一个档次 再加上关羽张飞等猛将的配合 曹操手下根本不是对手 于是曹操使用计谋把徐术给骗走了 不过徐术在临走之前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 按照常理来说 诸葛亮是徐术推荐的 关羽等人应该会像尊重徐术一样 尊重诸葛亮 但情况却并非如此 当诸葛亮发号施令 让众将去伯望坡设服 对付夏侯敦时 关羽张飞直接站出来畅反调了 令人不解 原文 云长月 我等借出迎敌 为神军师 却作何事 孔明月 我只坐手献成 张飞大笑月 我们都去厮杀 你却在家里坐地 好自在 孔明月 剑印在此 唯令者斩 这是诸葛亮出山后的第一次用兵 但关羽张飞却非常不满 竟然公开唱反调 迫使诸葛亮 祭出剑印这道大旗 然而即便如此 关羽张飞仍不服从 最终还是刘备出马 才勉强说服了两人 令众人大为疑惑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为何徐术可以轻松指挥关羽 诸葛亮却指挥不了呢 事实上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 根本不怪关羽 不信你看诸葛亮干了啥 当时的刘备集团 非常缺乏顶级谋事 且诸葛亮又是徐术介绍的 按照常理来说 关羽应该对其予以尊重 至少也不应该公开唱反调 但诸葛亮干的这些事 确实不怎么地道 一 高傲百价子 徐术这个人非常低调 他不仅毛遂自荐 而且对关羽等人非常尊重 有做人做事的良好觉悟 这一点 从他称呼关羽为关公 便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 徐术乃是侠氏出身 和关羽有相同的经历 共同的语言 这也使得关羽对其颇为顺眼 双方合作非常愉快 然而诸葛亮却并非如此 刘备三国茅庐的故事 大家都是听过的 作为局外人 我们都感慨于刘备的理先下士 但作为局内人关羽 却非常厌恶诸葛亮的这种高傲 刘备来了这么多次 诸葛亮不可能不知道 只能说他为人高傲 想要坐地起家 后面的故事发展 也更加印证了关羽的猜想 当诸葛亮出山加入刘备阵营后 他并没有和刘备的手下打成一片 反而天天和刘备丝混在一起 这令关羽非常不爽 再加上诸葛亮出身十足 且称呼关羽为云长 这更加令关羽恼怒 诸葛亮出入刘备阵营 云长这两个字 岂是他能叫的 人家徐术还尊称一声关公呢 诸葛亮一句云长 哪里有一丝谦卑 说白了 徐术为人不傲 对关羽很尊重 令关羽非常有好感 关羽自然愿意听从他的调遣 而诸葛亮则高傲自大 不懂得尊重人 不和大家打成一片 仿佛他就是领导 大家就应该听他的 这令关羽非常不爽 所以关羽不愿意听从他的调遣 二 想要抢夺大权 徐术加入刘备阵营后 并没有余举的行为 他一直将刘备分为主攻 自己仅仅是作为谋士存在而已 但诸葛亮不同 他一来就拿下了指挥大权 居中调度 就连刘备这个主攻都得听从其调遣 两者差异太大 识想一下 徐术来了后 刘备集团一切招就 只不过多了一个军师 而诸葛亮来了后 刘备这个主攻直接被赶去当了将军 诸葛亮则成为了团队的实际指挥者 这谁受得了 你诸葛亮凭啥跑来抢夺大权 还把刘备给赶走了 也怪不得关羽张飞等人大怒呢 人家说的有道理呀 大家都去干活了 就你诸葛亮居中指挥 凭啥 你凭啥抢夺刘备的居中指挥权 三 故弄玄虚 徐术用兵会把谋略讲给大家 即便遇到大家不懂的地方 他也会耐心分析 仔细拆解 但诸葛亮不同 他用兵就只管吩咐 根本不和其他人解释谋略 更加不会拆解谋略 让关于这些大将知道整体的作战思路 这完全就是把大家当猴子耍 换做任何人 估计都受不了诸葛亮这一套 当然了 在这里看来 诸葛亮之所以这么干 很可能是因为他当时太年轻了 他比关于张飞小了近两轮 这种情况下 要同名那些骄兵汉将 确实需要一点领导的神秘感 不过从后续的故事来看 这似乎是诸葛亮的用兵习惯 他确实喜欢故弄玄虚 否则他后面和魏妍的关系 绝不至于那么差 徐术能指挥关于 为何诸葛亮不行 你看诸葛亮干了啥 真不怪关于 相比于徐术 诸葛亮进入刘备阵营后 即故弄玄虚 把大家当猴子刷 又高傲摆架子 看不上众人 更加想要抢夺指挥大权 把刘备都赶去当将军了 试问 这种行为谁受得了 说白了 就诸葛亮的所作所为来看 关于不听命令乃是非常正常的事 这完全不能怪他